让经验最好 哦 火候也恰当 真等到有一天像我们八十岁九十岁了 再像这样演估计就没这么大的力气 那精力也不够了 有一天我要是八十岁的话 余老师就是八十四岁 我比您大四岁 对吧 对对对 你到那会儿八十岁的两个老头想去说相声 很难啊 不容易了 我八十了 对 我要出去说相声 郭麒麟 郭芬阳 您那俩儿子 得拦着我 不让拦 您不能出去了 岁数大了 不让眼 拦着了 您那会儿已经八十四了 对啊 您那个儿子郭小宝 还郭小宝呢 也得拦着 得拦着 别去了 您今年八十四了 都这话 您是坎儿 我用他提醒我呀 你要死在家里边方便料理 你死在外头上哪找你去 好 这我非死不可是吗 必须让您健康 健康对 叫一车 干嘛呀 给余老师送到医院做体检 体检是应该的 扭回头 您儿子上我这来 嗯 给我报信 哦 要告诉您一声 要不然之后我知道了我不高兴 这哥俩关系好 您儿子上我家来的时候 午饭后 饭后来的 我正睡午觉呢 休息一会儿 他一进门 嗯 看见郭麒麟了 哦 他在家 大哥在家了 大哥招呼 郭麒麟一回头 嗯 哟 老二回来了 这是怎么排的行啊 这是 高兴 嗯 哎 打那个屋里边 郭芬阳出来了 二哥回来了 哦 他也懂这排行 那那是 嗯 吃饭吧 嗯 开一瓶酒 三个人坐着喝酒 还喝点 我从这屋里边就听见声音了 您起了吗 我出来了 哦 哟 二的回来了 这就是你给排的辈儿 知道吗 你儿子赶紧跑过来 啊 我得跟您说点事 赶紧说事吧 千儿大爷住院了 你先等一会儿 这都不像话 我儿子管我叫千儿大爷 第三人称啊 跟我用什么第三人称啊 我说那你们赶紧送我上医院 你要干嘛呀 我得看看千儿哥 要探病 哎 说是个体检 那也不行 非看不可 不放心 真好 三个人开车送我上医院 看您去 哦 您住在16楼 还挺高 但是今天上不去 怎么上不去 电梯坏了 那就别看了 你们三个人扶着我上楼去看看 那也要往上爬 哥们儿交情啊 非看不可 仨人掺着我到16楼 好 这儿写的字呢 写的什么呀 ICU 哦 我体检 我真ICU了 嗯 本来您是这儿的VIP 那就对了 我给您花了点钱 改成ICU 哎呀 这 我用你啊 我 推开门一看 于老师插了一身的管子 真插出事了 眼泪都快下来了 心疼 赶紧到跟前 嗯 把管子拔了 拔管子呀 好家伙 您这还揣 您这儿杀人来了 我不忍心看你受罪 哦 所以让我早点死 是吧 什么话这叫 我 您拔管子 这就是80岁 哦 真到90岁 你让我拔管子 我都没有这个力气 哦 您80的时候拔完了 我就活不到90了 我要是90岁 于老师就是94岁 可不是吗 他比我大四岁 小一百了 你说那会儿 咱俩人 你别说演出了 嗯 活着就是胜利 哦 只要活着就行 对呀 一个90的 一个94的 咱俩老头 你瞧瞧 顶多得给咱俩人 放在花园里 坐一会儿就好了 就是晒晒太阳 啊 看看小河沟里的鱼 还有河 树上的鸟 哦 闻闻花香 是是 如此而已 也就这样了 坐了一会儿 你媳妇 嫂妇人过来了 啊 喝点什么 这得用人照顾了 我说我要一杯冰可乐 啊 啥 酒食了 喝 嫂子得说我呀 当然呀 酒食喝冰可乐 你不要命了 啊 要一杯温的柠檬水吧 哎 阳阳味 也就这样了 嗯 一会儿说吃水果吗 嗯 我说冰箱里有大西瓜 哦 一刀切开了 你给我拿个勺 我自个儿挖着吃 这也够呛 嫂子得说不行 那可不 这个年纪 哪能这么吃啊 冰西瓜 给你两片苹果 一个荔枝 对了 控制点吧 待会儿问我 中午吃什么饭 中午饭 我说切两片牛肉 蒸一个蛋羹 要一个青菜的沙拉 哦 也就如此了呗 是 嗯 哎 他可半天没理我了 啊 他是这样的 你说 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 啊 凭什么呀 我 十年前的一个医疗事故 是啊 你不会说话了 哎 那就不理我了是吗 也问你了 你没说话 我们认为你不 哦 那就 我这十年过得太惨了 我这 待会儿下午茶的时间到了 啊 我说给我啊 起一壶这个红茶 嗯 切两片柠檬 哦 嗯 要一个芝麻酱的小火烧 或 切点水果 嗯 吃不吃的放点小点心 你瞎 聊天呗 啊 待会儿天快黑了 问我晚饭吃什么 嗯 我说蒸一块鱼 要一个土豆的沙拉 煮一个糖心蛋就可以了 瞎瞎 啊 我吃我的嫂子吃他的 哎 吃完之后我们两个呢 守着壁炉看电视 啊 啊 嫂子还织着毛衣 嗯 但是他那个沙发离我要远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男女瘦瘦不亲 我能问一问题吗 什么问题 这时候我在哪呢 你还在院里那个轮椅上呢 啊 澳梅给我推进来呀 因为中午饭之后啊 啊 外边打雷下雨 哎呦 下包子 啊 我们怕出去衣服湿了 啊 另外隔着窗子一看 是 你在那坐着像个贵族一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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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惦记着拉磨的事呢 嗯 我们就没好意思打扰你 那我就一直在外边啄着 哎呀 不要紧了 看着很享受 哦 还享受 嗯 我托付您一事啊 什么事情 以后真遇人这事了 你们俩进屋之前 先别忘了把我推合了就行 哎 你们这事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行吗 不许瞎说 废话 您那叫 不像话 你看 你自己都这么开玩笑 你还拦得住自媒体瞎说吗 我开玩笑 咱们自媒体也有跟着开呢 台上有的时候会提到 比如千哥的父亲啊 千嫂怎样怎样 那都是假的 嗯 有的自媒体拿这个做文章 我很不满意 他们瞎说什么了 我看见一个自媒体写那个 把我气坏了 怎么说的 郭德纲 与千嫂 疑似 关系密切 瞧瞧 把我气 不爱看 疑似 不爱看这俩字啊 哦 不爱看这俩字啊 我这些年白忙活了 什么忙活啊 你们这么写 你们对着许余老师在天之灵吗 他给我说死了 我其实是非常尊重千嫂子 是吗 我很早我十几岁就认识千嫂子 是 我那会住的平房 我从小二楼那过啊 嫂子 小那个帘子 要我来了 行可以了 大官人 没有大官人 老有这故事 这一晃多少年了 他俩人 我们真是就跟亲人是一样 这就那么近 千哥结婚晚 对 三十岁才结婚 真三十 老话说的好 怎么说 三十而绿 而绿 三十而立 立起来绿啊 一绿就立起来了 就是三十而立 嫂子特别好 人不是 又讲理 是 性子又直 当然脾气很大 脾气大 我们住平房那会儿 整个一糊涂 没有人敢招惹嫂夫人 她厉害啊 好 她要是生气了 她能骂你一天一夜 托付我 讲理 有这么讲理 有一次邻居有人得罪她了 她从下午两点钟 骂到凌晨三点四十 好家伙 不重样 整个糊涂没有人 那谁敢理啊 后来我说我劝劝吧 我说嫂子 天可不早了 大半夜 别生气了 是 睡觉吧 对 这件事情才算拉倒 她听你 临走的时候 嫂子还告诉人家了 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 要不是郭子刚喊我睡觉 没完 有这么说话的没有 这说话都说连了踪了吗 这不是 我是很尊敬 嫂子跟谦哥的 真的尊敬 哎呀 有记者问过我 你说说于谦有什么缺点 那是小事 我们准备炒作一下 你看看 我说你住口 余老师在我这儿没有任何的缺点 没缺点 没有 完人 善良 低调 疼人 仁义 你要说特点 有 那人保不去有特点 你要说缺点 没有 你还真捧我 谦哥有几个特点 我是有特 第一 爱吃冰棍 我这人贪凉 冰棍雪糕 对了 咱们吃一根两根就了不得了 是是 谦哥反正每次吃个四五十根 我吃一盒 对 第二 他爱喝蝌蚪 哎 这您还别乐 这在我们小时候 这是个偏方 这个很奇怪 还得是天津 北京这样的城市 是 每到夏天 胡拖口有人摆个摊 一盆清水 河里边捞来的蝌蚪 放在里面 对了 拿茶杯 这一杯大概是五分钱 就是那蛤蟆秧子 家长领着孩子去喝 是 喝完了清热 不中暑 叫大凉 我喝一杯 我就能吓死 害怕 谦哥是喜欢喝 对了 每次都能喝一盆 我给人逮了的都喝了 蹲蹲蹲 喝完之后 慌着脑袋 是吗 我去找妈妈了 我给自个儿 喝成蛤蟆样子了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这个人爱吃剩饭 那叫节俭 他爸剩了他吃 没问题 他妈剩了他吃 应该的 他哥剩了他吃 可以 他姐剩了他吃 行 我问过他 你们家就没个狗吗 也是 他愣了 狗剩了也我吃 没听说过 让狗吃 对呀 那我吃什么 好 我这非吃剩的不可 爱吃剩饭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是 洁癖 爱干净 过分的干净叫洁癖 过分了 什么叫洁癖 洁 清洁的清 癖癖好的好 还不如不解释呢 余老师最爱干净 是吗 每天清晨起来 刷牙洗脸 收拾完了 就得三个小时 这么大功夫 一般的妇女 没有她干净 我都干什么呀 余老师早上起来 先要收拾头皮屑 我都洁癖了 还有这么些头皮屑 我都让头皮屑 给埋起来了 是吗 弄这岩屎 我再给灯泡菜了 刷牙齿 那刷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牙 刷完之后呢 K这牙结石 我每天刷四十分钟牙 我还有牙结石呢 因为牙刷上没有毛 干蹭啊 那那棍儿跟那儿吐了呢 掏耳朵 哗愣哗愣 巴拉巴拉巴拉 哗愣哗愣 我听见了 好 以前毒死的这是 然后就这鼻子毛 什么那须 鼻须啊 它这个鼻须长得长 有两天就到这儿 我啊 所以有的时候 看余老师一思考 就是 没听说过 谁这么思考啊 这个 太难受了 所以得牢里揪 啪 啪 愣瞪 揪这个酸疼酸疼的 真的感觉难受 这儿弄完之后 挤着粉刺 刺 刺 又这不能挤了 怎么呢 这还没熟呢 那别挤了 有白头在挤 拿笔写字 写什么 我等你哟 我给你粉刺 拿什么约会儿啊 拿这个 找一根牙签 踢指甲缝里的黑泥 这就多脏啊 手上还长了一个猴子 干嘛 把它撕掉 咸的 这手上有扁平优 拿小剪子 把它剪掉 有剪子呀 有啊 以后先剪鼻毛 好不好 一算时间 三个月了 该换内裤了 仨月一换呢 脱下来 打开柜子 把那条拿出来穿上 这条放柜子里 不洗啊 三个月之后就没味了 自然风干 穿好之后端起杯来 一饮而尽 渴了 喝一杯开塞路 这是往嘴里喝的吗 这才是一天 这才算蛮 我16岁遇见他 我就觉得 这是个神仙一样的人 反正正常人干不出来 当时我们给他起个外号 他叫情圣 我这模式能叫情圣 他当年同时暗恋 40多个女生 那管什么 这暗恋 人都不知道 多厉害 只要是我 我做不了 我记不住 40来个 我准得忘记一个 我能记得住 我也劝他 你要去追 看哪个女生好 你追 他说你看看 这些照片都摆在这了 我不知道谁好 我选择恐惧 我来替你 你选 这个 这三个肯定不行 为什么 这仨是男的 废话 那是不行 这个也不行 这个呢 这是高峰的母亲 我这么不摘实呢 最后挑出一个来 这个女孩身材相貌 气质 一等一的人才 那我就追她 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李逵 女孩叫李逵啊 葵花的葵 那也是李逵啊 小名叫铁牛 还是李逵 我说你去追 哪怕他不同意 最起码你也死心了 对 他去找李逵了 葵葵你好 跟人搭话 葵葵你好 李逵很大气 他说什么 叫爷爷做甚 好家伙 还是李逵这个 明天我想请你吃个晚饭 吃饭 明天爷爷不饿 好家伙 吃饭不饿 后天想请你去看个电影 爷爷不会 我不会看电影 看电影不会 我们去散个步吧 我一福子 批了你个鸟人 我就别跟人说话了 好 好家伙 回来之后 我说这很好 还好 最起码排除嘛 属于你的那个菜 还没有来 那我等着吧 等着吧 过些日子上菜了 这考什么叫上菜 就是属于你 这个女孩来了 等着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遇见了我们的嫂夫人 就是我媳妇 那天其实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怎么回事 于老师要去参加一个party 你看我还有party 他的初中同学 给他搞了一个剩饭趴 剩饭趴 对 全班四十多个同学 每个人带一份剩菜饭 于谦不用带 我呢 你负责吃 拿我当垃圾桶了 定的是中午十二点的聚会 就是午餐 十点半 他没有起床 有点晚 他母亲就喊他 快点起吧 是 太阳晒屁股了 都这么说 他赶紧爬起来 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 我这也太浪了 我这个 又跟那晒了一会儿屁股 这才起床 赶紧呢 偷皮屑 牙结实 眼屎 鼻须 粉刺 换裤 最后端起这杯开赛路来 利不可少 换好了衣服 出门参加派体 赶紧走吧 走在街上 没走两步 携对过 就看见一个女孩 这女孩是 未来的嫂夫人 就是我媳妇 模样相貌 气质 一等一的人才 好看 四目相对 嫂子愣了 哎 于谦呢 她认识我 我看过你说相声 哎呦 你看看 我是你的粉丝啊 你这机会 我太喜欢你了 好啊 于老爷 瞧这女孩 这么高兴啊 她也很兴奋 是是 但是你不能兴奋 我怎么不能兴奋 因为你肠胃不好 这爱肠胃什么事 她肠胃有问题 你想她吃冰棍 喝蝌蚪 吃剩菜剩饭 常年下来 她的肠道不好 烙病 容易闹肚子 是 尤其是兴奋 或者紧张的时候 说来就来 要闹 今天一看这个女孩 她一高兴 哎 得 坏了 肠胃就拧起来了 这就要来 但是那女孩那站着呢 又不能不矜持一点 我得绷着点啊 女孩高兴 于老师我喜欢你 我得跟人搭话 啊 于谦还往前走了两步 是吗 我这腿底也都拉不开栓了 我这 面对面的站着 于老师这几句话 说的云淡风轻 我说什么了 你好 我 认识你很高兴 你瞧 茫茫天地 那么多的人 我们能够相识 这不是咱们的缘分吗 还跟人拽呢 感谢上苍的恩策 好了 有一个不情之请 说吧 我是否可以到你们家去拉个西啊 太泄气了这话 姑娘说荣幸 还荣幸 我家就在这里 请于老师到我家 你赶紧带路 我们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现在吗 当年没有微信 是 留了一个电话 留完电话 带着于老师 走 快点吧 身后就是他们家嘛 进来之后 推开门 又推开洗手间的门 姑娘说就在这 干嘛呢 对不起 我们洗手间的声控灯坏了 哎呀 就不在那个了 茄哥说 你躲在那 对 一会儿弄你一身 进了洗手间 把门关上 手机上有灯啊 我找着吧 拿灯照着马桶 于老师坐在马桶上 全身心的记者 这点力气 全用在这儿 这怎么回事 灯就亮了 我把人家声控灯都治好了 就这房顶子 三百多灯泡 厕所 亮如波兽 房顶子上三百多灯泡 对 好家伙 我就没拉过这么亮的屎 这一亮了 就可以仔细打亮一下洗手间的装修了 参观一下吧 他这个洗手间四面都是落地透明大玻璃 卫生间 四面透明多 一览无余 那是都看得清楚啊 于老师心说 有一天我要装修房子 我的玻璃一定是一面镜子一面玻璃 我就别提这茬 我装反了也不管用啊 这个 女孩就坐在这门外边 拿手机给你发短信呢 还想联系呢 别打招呼 于老师认识你很高兴 我认识你也很高兴 特别喜欢看你演出 有机会请你看现场 不用看现场 现在你进来多好啊 这还聊什么 从厕所出来之后 于老师有点尴尬 那可不是吗 对不起啊 你看 哎呀 我没想到 这不好 不礼貌了 女孩说没事没事 没事吗 我也是没见过这个陈进士拉屎的 这别捡好听的说了 哎 你看这一下 俩人的关系走近了 有的男孩女孩还问我 郭老师 你看我们交往这么久了 到现在连手都没有拉过 我说你记住了 要想好 两个人迅速的把关系庸俗化 庸俗化 你天天跟人在一块 狮子歌赋 国际形势 这辈子他也不是你的 哎 你看这余老师两人 我 一窜即得 哎 我也是过于庸俗了 可能 远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是前生造定 是莫错过姻缘 好话 后来两人不就结婚了吗 是 狼才女貌 谈不到 台狼虎豹 这叫什么话 结婚之后 嫂子天天想的是 怎么对千儿哥好 那是 千儿哥想的是 怎么疼媳妇 这互相的 美满至极 对了 嫂子还问我呢 问什么 那个我现在想下厨做饭 给做点于谦爱吃的东西 你常年跟他在一起 他爱吃什么呀 你告诉他 他爱吃什么呀 是啊 冰棍 蛤蟆秧子 剩饭 你说点好的行不行 嫂子说不是不是 就是人吃的东西 我不吃人饭似的 你看他能吃吗 我说认识他这么些年 没看他吃什么人的东西 还是这个 他就是爱吃凉的 凉的 最近爱喝凉粉 那就是凉的 凉粉嘛 豌豆粉做的嘛 打成条 切点黄瓜丝 胡萝卜丝 醋 蒜 小米辣 弄一大盆吸的葫芦的 这很省事 我去做这个 他做呀 嫂子真用心 买豌豆的粉 拿水调开了 做一锅水 把它倒在一起 搁拢匀了 放在边上 等它凝固 这就算成了 凝固之后 就可以切黄瓜丝 胡萝卜丝什么的 走了半天 没有凝固 可能觉得配料有问题 没做好 嫂子把这一锅 就都倒在马桶里 不要 又来一锅 又没有凝固 又倒在马桶里 连倒了三锅 是嫂子眼泪下来 出了 我真是个废物 我想给鱼切 做点好吃的 怎么就不成功呢 哭了 还挺厉害 切还劝呢 不管用 劝不了 给我打电话 说你嫂子玩命哭 怎么回事 我说我去吧 劝一劝 我一进门 嫂子过来了 撒手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 男的别说话 大老爷们爱我 我管什么呀 可以了 你看看 有一个男的说 爱余老师 余老师吃完之后呢 然后我一看 我还接着说呀 您这还上下级的 我跟你说 要说这玩意 我能说得天亮 算了吧 还好 你们是把千哥 喝出去了 其实南京 我是很熟悉 从那会儿跟老孟 在南京做节目 非常了得 这一晃也十几年了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你想啊 南京德云社 都干了十多年了 日子真是不经过 感谢南京父老 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每回来我都挺熟 不管是吃的喝的呀 整个这个城市呢 我挺喜欢 有感情 对 以后我们也尽量 多安排点南京的工作 找你们玩来 常来常往 今天来的这些演员呢 有的您认识 有的您不太熟 把他们叫上来 咱们再聊几句 好 来 好 我们从这边 一次介绍一下 头一个这个 这是我的爱徒 罗安云平 旁边这是高峰高老板 给高老板道喜 为什么要道喜呢 受徒弟了 好商量 旁边这个呢 是我的徒弟 在家长大的 跟我儿子是一样的 孔云龙 孔云龙不是我三徒弟 提起来孔老三徒 不是这样 好 回去咱们再说 好嘞 这都我徒弟 这是张九来 大胖子是我师弟 刘哲 这是我徒弟 张鹤晴 主持人是我师弟 侯布林先生的长子长孙 少侯也侯振 一般到了这会儿呢 有的时候观众都爱说 谁谁 我很喜欢 能不能再表演一个小节目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 你们有喜欢的演员吗 喜欢三哥呀 来孔云龙 孔三啊 感谢大家的台 他在家呢 他们哥仨 所以家里都看了 孔老三 徒弟们 哥们兄弟 管他叫三哥 这个老三这一话 也来了好多年 他跟岳云鹏 是同一天来的 同一天 从同一个炸酱面馆 到德云社来上学的 这个同人不同命啊 天下事难说的很 看个人 哎呀呀不重要啊 饭好不怕晚啊 他有他独特的表现风格 我们今年也准备重点的 培养一下孔三哥了啊 你们抓紧看 马上就红了啊 这要红起来拦不住 因为他愣啊 给大伙表演什么小节目吗 来咱们那个南京 特别的开心 给大家伙唱一段吧 唱吧 唱 把蓝蓝在天上飞老愣啊 行好来吧 唱一段流行歌曲吧 好吧 你还会流行歌曲呢 嗯 我深藏不漏 哦家伙 藏好几十年了 唱一段流行歌曲 来吧 献给咱们南京的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火站在 烈烈风中 风太大了 我先回去了 这就知道为什么这么些年没红了 张九来 张九来过来 师傅 那大伙演个什么小节目吧 师傅来抓我呀 你也出 我也唱一个 好呀 因为刚才您说了 南京呢 是曲艺之乡 相声的发源地 给大家表演一个 还是琴枪发源地 琴枪发源地 以得利歌剧 哦哦 既然大家这么 街景老味煎饼都是这发源地 来吧 那我记本上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琴枪呢 我给大家唱一段河南玉剧 河南玉剧 师傅您得指证一下 因为平时这个 证不了 平时这个机会不多 笑就歌颂 也找眉头就心痛 我没空理会 我只感受能的感受 能要往哪儿走啊 把我灵魂也带走 我为你捉了魔 留着有什么用 能是天 能是光 能是唯一的神话 我只爱能 又傲慢 有傲慢 Superstar 谢谢 师傅您给指证一下 躲开我这儿 刘哲 快来 刘哲是我们这儿挺搞笑的一个大胖子啊 给大家表演个什么小节目啊 既然来到了相声的起源 还有秦枪 还有秦枪的起源 意大利歌剧 天津老味煎饼 天津老味煎饼的起源之地 各位您看 这样没有捧根的 这就是谣言 来吧 既然来到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给大家翻一个跟头吧 我这个天 我给你吧 好家伙 我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演员以后少带他出来啊 以后我建议咱们这铲门桌长一点 那错不了啊 看不见 行 棒棒的 张鹤晴 张鹤晴 师傅 他跟刘哲一块 这小伙子 能唱能跳能创作啊 来吧 给大伙表演个什么节目 我也给大伙唱一歌吧 好 唱一首薛之谦的歌 你还要我怎样 唱两句 唱两句啊 你还要我怎样 要怎样 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 我听完你爱的歌 就上了车 爱过你很值得 我不要你怎样 没怎样 我陪你走的路 你不能忘 因为那是我 最快乐的 时光 你看 他俩人这一对 还挺有特点 这个又帅 又能唱歌 胖子还挺灵活 想跟那个野猪配棋似的 受阳文练有武术 走 我打着你 高老板 来 给高老师道喜 同喜同喜 听说您最近收徒弟了 好几个呢 哪 到底是几个 我脑子也不行 不重要 最起码您这点事 让自媒体能玩会俩多月 谢谢各位朋友吧 时间很晚了 祝您晚安 点点 哪能这样 多多少少有一个小才艺吗 小伙子又能说又能唱 刚才张鹤晴一首歌曲 把您带入了一个缠绵的境界 这回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展示 怎么办 我想给您唱一段快板 哎呦太棒了 那么您带板了吗 我也不知道哪位观众带着板呢 好家伙 我以为您带了 我那歌后台就没拿上来 既然没有呢 我就这么拿嘴给您说两句吧 也很好 来到南京新高兴 我给您说这两句绕口令 这个绕口令 而最难唱 我唱的是 扁担长板凳宽 这个板凳没有扁担 这个扁担没有这个板凳宽 这个扁担把这个板凳上 这个板凳不让这个扁担 把这个板凳上 这个扁担 偏要这个扁担 这个板凳上 这个板凳偏不让扁担 绑在了板凳上 这个扁担偏要扁担 绑在了板凳上 谢谢 拜高老师这多好 卢云苗 来 这是 搞一个什么小节目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 余先生 我给您变一个小魔术 哎呦 这可是轻易不展现的节目 我今天还没看呢 我们这人多才多艺 这魔术呢 您倒是学会了 大家也可 回家可以自己变起 非常简单 都可以学 就这么简单 好 这就是效果 来了 这个可 跟这块手绢还不太一样 那块是用过的 这块是带有高风鞋味的手绢 对 那就算了 这是一块干净的手绢 没有什么夹带藏椅 是吧 是 面没戏法 里儿藏不住 嗯 啊 就往手上这么一扑一盖 啊 一样 还得借那口仙气 你等一会儿 什么叫一样了 对呀 因为刚才高老变了一个 哦 哦 我以为这个演过呢 哦 别别别 借那口仙气 哦 怎么仙气是 吹一口气 哦 那真有咱这 我吹 没问题了 这就有了 嗯 这是 看见了吗 什么呀 狗屁 余老师 我先跟您道个歉 我跟他那个不一样 真的 我跟他那个不一样 哦 从一到五 您查个数 哦 这个深了 就是一到五 您数一遍 您数一到五 哦 我就数一遍是吗 不是 您就随便挑数 一到五 三 开 这个怎么编的 这个太神奇了 是 哎 余老师 刚才他那个怎么是狗屁呢 好吧 一说一乐的事 来都往前站 我们大伙给您唱一个小曲 谢谢南京父老 我说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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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九四僧人 都来送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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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岸人 等我上了 波龙马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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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赶考 够不见动啊 走过山里桃花点啊 在飞机上 余老师 目愣一下起来了 去洗手间 上个厕所 我就看着走道都晃悠 我都想过去扶他一把 余老师到飞机洗手间 打开门 里边坐着一个大姐 她也是没锁门 这个大姐也是睡着迷迷糊糊 忘了关门了 都挺累的 余老师也愣了 大姐也愣了 大姐 哎呀 把门关上 余老师把门关上 这会儿 这堆才行 这大姐还没完了 怎么着 出去把门关上 我在屋里呢 好家伙 我给自个儿关屋里了 很累 当然 刚到头一站 刚到伦敦的时候 余老师精神状态还挺好 那刚到还好 刚到挺高兴的 对 我印象很深 头一站是伦敦嘛 到了之后 正好是早上四五点钟 余老师说 我要出去溜弯 那叫晨练啊 我说你真别出去 你也不会说句英语 助理翻译 工作人员都睡觉了 你一人出去 万一丢了 出点事呢 没法交流 他说我会说哈喽 我说你这太有点玩笑了 会说个哈喽就敢上街 你哪怕会说个古德猫宁呢 是吧 早上好 他问我 古德猫宁这个好使吗 怎么这好使呢 我说就算早上好呗 对啊 我得练练 余老师还练这四个字 我下功夫 古德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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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说过 我说那说不好别瞎说啊 你就说哪怕说 Money 这简称呗 对对对 人也听得懂早安的意思 自个儿还练呢 Money Money 念到这个就出去了 就可以了吗 大早晨蒙蒙亮 余老师上伦敦大街上 自个儿散步 走一走 对过来英国的大姐 哦 妇女 余老师高兴 要跟人说早安 说一说 Money 到了这个年龄的人 你就好好的说相声就好了 您说这也对 别的不用 您比如说平时你还演戏 演戏就演吧 是 也有成绩 余老师演戏 还拿过一个影帝奖 是吧 大伙跑四五年了吧 得了 对吧 澳门有一个金徐花奖 余老师很厉害 金菊花奖 因为它是金的呀 那菊花也不成 什么 金莲花奖 金莲花奖 对 拿个影帝 是 我们说相声都觉得很高兴 谢谢您 郭麒麟为这个事还特意跟我说 说什么呢 说您看 余老师拿影帝了 到现在我也演戏这么久 都没有这么高的荣誉 是 我还劝我儿子了 得劝 别往心里去 好好演戏就好 没错 你不管拿不拿影帝 你也是我儿子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我听的 是很高兴的事情 是 您很高兴的事情 我跟余老师没法比 怎么呢 我这辈子我也拿不了影帝 您客气 我努努力拿下来影后来可能还行 是啊 所以说除了拍戏之外 您一定要认准了 您就好好地说相声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咱们的命啊 哦 命是相声 天为罗盖地为惨 日月星辰伴我眠 什么人撒下名利网 富贵贫困不一般 也有骑马与坐轿 也有推车把袋单 骑马坐轿修来的福 推车单 但命该然 骏马驮着痴呆汉 美妇人常扮着服眠 八十老翁门前站 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 善恶到头 报应 循环 好 再来一个还是这个 怎么想起说这么几句呢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咱俩人的命 哦 这是感叹命运 人生在世离不开命运两个字 嗯 它不是封建迷信 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倒是 那 人一落生 就俩字 一个命 一个运 哦 命 命就是你的出场设置 哦 原厂设置 哎 一出场 你那个设置 就是个说向的 命该说向 哎 那个人的出场设置 就是个主持人 哦 啊 这是唱快板的 那是演电影的 是 这东西几乎改变不了 没法改 这是你的命 那个运是可以动的 哦 运是可以动 一动一径 两条线左右的人的一声 你看 比如说这放着两碗米饭 哦 举个例子 两碗米饭在这摆着 这碗米饭被人吃了 经过消化排泄在厕所 嗯 这个就是这碗米饭的命 哦 它就这样 那碗米饭没有被吃 是 得以完好无存的保存下来 嗯 那就是它的运 哦 那碗的运是不是比这碗好 那就好多了 对吧 是 当然到最后没人吃 它长毛了 又被苍蝇蚊子在上面盯了 嗯 最后它又扔在厕所 那还是它的命的问题 哦 人这一辈子都是命和运 俩字在作怪 很玄妙 有的人是命好运不好 有的人是运好命不好 这又怎么说呢 比如说余老师 拿您举个例子 可以 您命好运不好 怎么叫命好运不好 余老师一出生 就是一个贵族的家庭 你看我还离不开这贵族 吃饭的碗是黄金的 哎呀 盘子是白银的 有钱 那个筷子是翡翠的 上面还带一钻石 太值钱了 我觉得您这个命很好了吧 太好了 但是这么好的命 您被拐卖了 哎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这个 最后您被扔在 黄牙关往西24公里啊 有一片原始森林 我让人给扔的岳父家了 是吗 你看命好运不好 哦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运好命不好 运好命不好 怎么讲 比如说 余老师的运气很好 怎么好 举例子说啊 美国洛杉矶地区 所有的华人 要在洛杉矶选一个头目 选一个鸡头 鸡头啊 没有这么叫的 你看洛杉矶的头目吗 不 那就叫华人领袖 行行行 选人民负责人 那么几个华人 最后选的是余老师 还选上我了 可以了吧 太好了 运气很好了吧 没错 但是命不好 怎么不好 应该是大年初一上任 年三十 您猝死了 那就是我不好 你看看 这就是命好运不好 运好命不好 因为人生啊 很多事情很奇怪 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 最多也就是5% 是不多 天下很多事情 是我们闹不清楚的 不能简单用一句话 封建民信 解决不了 说明不了吗 我有朋友跟我聊天 他就抬杠 他说我认为就是 我没见过的事情 就根本不存在 他这么理解 我说你这不对 应该要敬畏天理 你没见过就不存在 不能这么说吗 WiFi你见过吗 这还真见不着 你的肉眼没看见WiFi 难道说世上就没有WiFi吗 那不能这么说 我们还用呢 不讲理啊 对 声音你见过吗 声音也见不着 能听见 但是看不见 你没见过就没有声音吗 对不对啊 不能这么说 就是秦始皇你见过吗 李世民你见过吗 对不对啊 这些个古代的人物 曹操 关公 慈禧太后 你见过哪个 你没见过就说明没有啊 不能这么说 你无知啊 是 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去呢 话题怎么转这么快啊 所以人要讲理 尤其是说相声的 把这个弄明白了 你的台上才会好啊 得研究 一个相声 一人站在台上 你为什么这帮人说相声 一千五一张票 开票就卖光了 你还买不着 是 这帮人五块钱一张票 管饭 还背着你回家 哎呦 没有人去 是 为什么呢 他必有原因 好说相声站在台上 最起码你要知道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哦 得分清楚这个 有的事情是人力可为 有的事情是人力不可为 这怎么又出了 人力可为不可为 有的事情通过人的运作 是可以的 有的事情就不可以 您举个例子 打个比方 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 比如说 你看那可太多了 我先跟你说 简单人力可为的事情 人力可为 你比如说有的比赛 比赛 比赛到最后 其实谁是集等奖 谁是集等奖 这都属于是人力可为的 比赛是人力可为啊 比如说这搞一个 相声大赛吧 就我们这种比赛 南京 南京搞一个 孟非杯向儿大赛 好 获胜者会到孟非的杯前 去行个礼 行礼 就随便说 孟非杯向儿大赛 灌名了 然后一道关一道关的比赛 比到最后 马上明天要公布名次 到结尾了 一等奖二等奖 都是谁的呀 是啊 评委们在屋里边 商量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人力可为 他们商量出来 那当然得商量啊 怎么商量 评委们在屋里边 谁是一等奖啊 这评委要游泳吗 是怎么着 别抽了 商量吧 张三得给一等奖 张三凭什么呀 张三他们家五六辈 都是说相声的 世家 他爷爷是咱们这行的logo 他父亲是咱们这的图腾 如果不给他奖 连咱们都是假的 那得给 要给张三 一定的 李四得给奖 李四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比赛的赞助 是李四拉来的钱 这是金主 王武得给奖 王武呢 咱们场地是王武赞助 这是地主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 他其实就是人力可为 那就他们已经分完了 如同就比如说演员评级别 其实也如此 评级别也是人力可为 这是一级演员 那个是二级演员 几级演员 他这个评选的过程 也是人力可为 这怎么人力可为 比如说余老师 我 余老师 别说您是说笑的 那我是 余老师是一个影视的演员 拍电影的 您是一个三级演员 我是三级演员 还是演三级电影的演员 我是 你现在确切说 还不够三级 我级别还低 你是个四级的演员 那我还得努力 对呀 如果有好作品 你就可以评三级了 那我等着好作品 其实你已经拍了很多 优秀的作品了 我已经有成熟作品 拍了好多电影了 都有什么呀 床上床下 床头床尾 床前床后 床塌了 床碎了 愤怒的邻居等等 我有这么多作品了 我早就应该是三级假等了 我怎么还四级 我 机会来了 什么 机会来了 最近你们电影厂要投拍一部大型的爱情题材的电影 那我争取参加 你很希望参加 诶 厂里一宣布 你的男一号 我男主角 多棒 太好了 女一号是苍景空 诶 诶 你别说这戏有他带着我 错不了 那是啊 一定的 这个电影拍好了 你不就能调一级了吗 啊 我就指这个 电影一开始 余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大学生 年轻人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好 一上学呢 校长很喜欢你 怎么办呢 收你当干儿子 哦 我认了校长一个义父 对了你有了一个义父 可以 副校长喜欢你 那如何 你认了个义父 俩义父 教务处长喜欢你 怎么呢 认了个义父 这就仨 传达士王大爷喜欢你 认了个义父 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呀 学校给你送了块匾 写的是 富可敌国 我就是爸爸多是吗 很好 一眨眼的功夫呢 到了实习的时候了 要毕业了 学校送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 专业的对口 你在夜店里的工作就是 玩那个电磁炉啊 玩电磁炉啊 在烫着我 那叫什么 打爹的 你在夜店里边打爹 打爹 我倒不骂娘是吗 什么话 打爹 你在夜店里边负责打爹 对了 你就在这儿遇见了仓景空小姐 这就是剧情安排了 四目相对 你很爱她 爱情片吗 但是突然间出了一个状况 怎么了 违背了工作纪律 你被夜店开除了 呦 我违背什么纪律了 夜店只允许无上装工作 我呢 连裤衩都脱了 好巧 我光着跟着跟着打爹啊 于是把你开除了 那是 你很生气 是吗 愤愤不平 一丝不挂的消失在茫茫人海 没穿就走了 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又辗转新马太 半年后回到了北京 我这算散云似的 回北京之后 先买了条内裤穿上 才穿上啊 哦 哎 你又有了一份新工作 什么工作 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的子公司 做副总经理 还真绕得 这跨国公司是什么呀 花花公子 嘿 那我这子公司呢 花花孙子 哎 我怎么降倍了 哎呀 你当副总 你还在乎这个 哦 当副总的时候 你又一次遇见了 苍景空小姐 这就是缘分 你决定上他求婚 我早就应该说 于老师买一大钻戒 嘿 要这么递过去 啊 流于俗套 不太浪漫 想了个办法 怎么办 你买了二十张 发面的大饼 发面饼 北方的老太太 愿意在家里烙饼吃 哦 尤其愿意烙发面的饼 发面饼这么厚 啊 一张饼这么大 就是锅馈 哎 二十张 是 拿过其中的一张来 把这钻戒拧进去 搁在饼里头 二十张饼装在麻袋里 背好了 拉着苍景空 两个人出去春游 我带着他出去玩去 站在山坡上 一抖了这麻袋 去你地 这是 满山遍野 都是饼 我把饼撒在山上了 于老师拿手一指 那个 哦 苍小姐就跑过去了 干嘛呀 捡起饼来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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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吃掉了 哦 那个 嗯 他又过去了 简断结说 吃到最后一张 最后一口的时候 啊 这是钻戒 这苍景空有点太背了 我觉得 最后一张二十张饼都吃完了 才吃出来啊 于老师接过钻戒 准备求婚 给 仪式感很强啊 我怎么办 双膝跪地 叫双膝跪地 我认干妈来了 我上 那怎么说 单膝跪地 单膝跪地 递过戒指 是 苍小姐接过来带好 接受了你的爱情 好极了 电影结束 结束了 结束了 您这剧本 苍景空能接吗 这个 啊 给了那么多粮食 应该差不多 哎呀好 苍景空为了饼来的是吗 电影一上映 票房大卖 就是火了 但是你们电影厂 厂长很为难 为什么难 手里有一个 三级演员的名额 哦 是给于谦 还是给苍景空 给谁不给谁 不就他一句话吗 他决定了 到这会儿 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 这叫人力可为 大概其能听 人力不可为 是另一回事 不可为 又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 咱俩人参加武术比赛 哦 练家子 咱们是俩武术家 可以啊 没有任何黑幕 单凭能力 咱俩比赛 就是打 我擅长使用 青龙燕月刀 就耍大刀 你的特长是 指甲刀 啊 我 嗯 指甲刀 在没有任何黑幕的情况下 这还要什么黑幕啊 这个 咱俩大战三千回合 哎呦 你猜会怎么样 我还猜什么呢 我肯定成馅了 我就 这就是人力不可为 啊 你比如说咱俩跑 从这儿跑到墙根呢 那可 我跑了七秒 行 你跑了十四天 哎 嗯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咱们肯定是轮椅坏了 我这个 我跑那儿跑十四天 这都属于是人力不可为 哦 你包括说今天现场这种演出 这种商演 嗯 这都是人力不可为 是不是 商演 你说咱们过来 慰问了 好办啊 找一小区啊 找一什么单位 嗯 在你们单位找一大屋子 摆上四十把椅子 叫点人来听相声 嗯 也不用给钱 好安排 这没问题 这个就不一样了 体育馆楼上楼下 啊 坐这么些个人 好一千 啊 你观众是最聪明的了 是 你让人家真金白银的买票 那就来不得半点虚假 对了 跟观众打交道 你打算骗他 他就准备害你 是啊 相辅相成的 嗯 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医师父母 就在这儿了 哦 再次谢谢各位 让您破费了啊 得嘞 谢谢 嗯 您的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 就指着这个 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可不是 这钱拿回去给父母给孩子上学 嗯 给我媳妇给他媳妇 嗯 我媳妇不用 我媳妇我给 你知道吗 啊 拿着吧 谁跟你客气了 我给 哎呀 不差这回 没听说过 所以说这个就属于是 人力的不可为 是是 他来不得虚假呀 能明白 啊 把这个弄清楚了 一个好演员 还要有深厚的基本功 哎 机功很重要 我们说相上有四门功课 叫 坑蒙拐骗 哎 这谁说的 说学逗唱 拖鞋上抗 拖鞋上抗 什么 上抗 说学逗 上抗就唱 嗯 没听说 没有啊 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嘴里得干净 那是基础 每一个字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清清楚楚 对 我们哥俩演过最多的一场 是某一年在大连 对 他有一个踢足球的体育场 您讲体育场 有将近十万人 是 活受罪啊 各位啊 没法演 头一排观众离着我 得我两站地 太远了 看不见啊 嘿呀呀 因为这个声音 他很有意思 我不知哪位 您是声音方面的专家啊 嗯 我们俩说像这个话 出了我的嘴 通过话筒 打音箱出来 进到您的耳朵 嗯 它有一个过程 是 而且关键 进了您的耳朵之后 这声音还会出来 对 他会传给我 嗯 这个声音在回来的路上 我的第二句话 已经出去 哦 明白这意思吧 这太远了 这第二句话 打音箱里边出来 会追上我前面 头一句话 嘿呀 这时候我第三句话 已经出来了 多乱 就这三种声音 在空中就打起来了 哎呀 观众听见是一个声音 嗯 我听见是三种声音 我嘴里还得说着话 旁边还有他跟着搅和 哎 这什么叫搅和呀 嗯 所以我这脑子 特别清楚 得分辨哪句是我了 那句是刚才的 太累了 演完之后 我就跟于乔说 我是咱哥拉 给多少钱 咱也不演这个了 这不适合 必须那屋子 得有一房盖 得有底儿 没有房顶子 咱不演了 哦 你后来比如在上海 上海没奔 没赛德 他那个体育场 能做两万多人 对 就好多了 啊 再后来呢 比如北京五颗松 我没演过 那是一万多 一万五 对 啊 剩下基本上来说呢 嗯 做演出是五千左右起步 哦 有的体育馆大一点 八千 九千 一万多点 是 有的小馆四五千人 对 就好一点了 就是不管做到哪 得让人听明白 这也是机功 说很重要 对 学 学说话 学表演 学动作 学唱 都得学 逗 指的是包袱 哎 笑料 好相声得有笑料 是 你观众坐一晚上 这俩人跟着 汤汤汤汤汤 人一个笑料都没有 不合适 没不叫相 唱 相声演员的唱 叫太平歌词 嗯 除了太平歌词 大伙都熟悉 看见了吗 南京观众很热情 是 南京是相声发源地 啊 南京相声发源地 对 您太会捧了吧 京剧啊 琴枪 以德利歌剧 都是南京发源地 好家伙 嗯 很好啊 很好 这个 我很愿意在这种地方演出啊 嗯 这个南京市秦湘乐剧院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唱几句太平歌词吧 啊 好 唱 唱一什么呀 你看 真有明白人 是 我刚说唱一个太平歌词 那是好几个啊 叫小飞 太平歌词是另一回事 看看有没有能说出来的啊 嗯 啊啊啊 哎呦啊 有说单刀会 有说喊单刀会的 你看 还是有明白人啊 对 那说单刀会 对 那个保安给那人弄出去 弄出去了 不是 有那行不好骗 好 好几位朋友都喊了单刀会了 对 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菜 哎 您这人什么提携 这是 你看 你让他猜着了 下次他就不买票了 行了 庄公大马下山来 挑剑了 骷髅到我的尘埃 庄子修一剑发了此音 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 葫芦里倒出来金蛋一粒 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味 指的是男儿汉 不要粒 指的是女群差 用金簪翘牙关 关下了要骷髅骨 得命他斩起了身来 伸手 拉住了高头的马 叫了声 先生你听个明白 怎不见 静暗欲晨我那小妖马 怎不见 勤见书香我那小婴孩 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 快快快 还我的银子来 庄子修 闻听长叹气 那小人 得命他又要死猜 好 这是太平歌词 骷髅探 再来一个还是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再唱别的 都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 这些年其实德云社唱了很多 包括小曲小调 张俊雷他们唱的什么清水河 什么休息红 找花台 都是这些小曲 这都是我们挖掘整理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小时候学的 那时候小 小的时候老师啊先生们啊 真是 您必须得学 再不学这东西就失传了 是 我们自己也得努力 也得喜欢 谁会就找谁 我印象很深 我小的时候 胡托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姚大爷 姓姚 那个大爷姓姚 他就喜欢唱这个 我老找着去 个人小啊 教我一段吧 还给人家干活 你这小孩能干什么活 讨好他吗 姚大爷抽那种汗烟 我帮他弄烟叶 给他点烟 您抽一根 抽完了您教我 讨好 姚大爷喜欢我 是吗 抽完就教你啊 还真能教啊 这间眼有点大呀 你别说 这还真得赶紧学 你知道吗 怎么这教不教啊到底 教教教 小孩学这个听得懂吗 问你呢 听得懂听得懂 真说 这都是古代的故事啊 唱的这些小曲啊 传统文化吗 我教你一个 跟屈原有关系的小曲吧 一上来就是屈原呢 屈原知道吗 知道吗 其实不知道 那怎么说 那也对 我知道 愣说 怕人不教啊 还知道 还知道屈原呢 对了 这根烟有多长啊 这根烟 屈原呢 这个 是个诗人 也是个政治家 说的是 自己的志向 没有得到施展 在五月端午这天 怀抱着石头 沉入蜜罗江自尽 这是历史 后来咱们吃粽子 对 就是为了纪念屈原 就民俗了 教你这段啊 来吧 反正以后换点带嘴的 行不行 像你这个啊 屈原啊 五月里啊 是 五月们五月里啊 月儿找花台 胡亭门外 有人叫乖乖 原来是我的情歌来 情歌你走过来呀 情歌你走过来 前门有人 你要从后门来 你到哪里去吃酒啊 哪里去打牌 哪里贪恋人家的女兄差 到叫小怒挂在心怀 爱 爱 这个屈原呢 哪有屈原呢 这听半天也没听住屈原了呀 老头教了我很多 是吗 高兴 姚大爷我学会了 还有吗 我今天教你一段好的 要唱还没唱呢 警察叔叔就来了 呦 把姚大爷请走了 让人举报了 那叫请走啊 十天后放回来 那拘留 哎呀 姚大爷您回来了 真亲 躲开我这 急了 都是你这个孩子连累我 怎么呢 不是姚大爷 你闭嘴 不让叫 谁姓姚 不姓姚吗 于 于大爷 于谦是我儿子 你不知道 我就没听说话 又喝我身上了 于大爷 我学一个正能量的小曲儿 有没有 有吗 你看你早说呀 有啊 我就会一段 那唱啊 你听我这个 来来来 混沌处分 天地不开 才引出郎郎 乾坤花花世界来 都说是英雄 造诗诗 苍天也不睁眼 就把这个英雄卖 好可贪 人生在世 几十载 倒不如抽烟喝酒 把头烫起来 这个唱话 好不好 要不我老认为 你们听不见 汪峰 是不爱汪峰 是听 汪峰的歌 我特别喜欢 是吗 汪峰 他的一生 创作了 等会儿 等会儿 汪峰的什么 他的一生 你怎么也听不见了呢 汪峰还健在呢 是 就是他能写 那叫至今为止 他到现在为止 创作了二三百首歌 不少了 我认为根本用不着 有一个歌就够用了 哪首 北京北京 是吗 是吗 对啊 你这么着 你先把这北京北京 给我们全场的朋友们唱唱 好吗 各位 来来 试试啊 原唱是这样的 哦 原唱 他现在就怕两边 北京北京啊 嗯 当我坐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打住鼓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四驱 北京 北京 哎哎哎哎 别别别 干嘛 不是这汪峰是猪尾巴吃多了吗 你老跟这摇什么呀你 摇滚吗 摇滚吗 摇我们看见了 来给我们大伙再滚一个 摇滚 你演演 演完了 结完账我再滚呀 对吧 是吧 像话嘛 北京北 其实他用不着写这么多呀 什么意思 有一个歌 他那个地名一换 到哪唱哪 到哪唱哪 远的蒙题 就这 南京 连俩字都不用改 改一个字就行 啊 北改南 是吗 前面都一样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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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听得清不清 行了话筒我试完了啊 没问题都能听清 谢谢汪峰老师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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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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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行啊 哈尔滨 这汪峰商演 按德云社小剧场 怎么来 是吧 啊 我就这路线熟 哪 给你 换哈尔滨 让哈尔滨的观众 去长春听 哎呀 您就说这路人啊 你不能渴着东北一个地方薅羊毛啊 好好好 我给你换 我跟刘泽似的 谁看不出来啊 你少提我 我给你换个地儿 换 乌鲁木齐 哎 来来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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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木齐 乌鲁木齐 看见草原了吗 乌鲁木齐有草原吗 我没有 请请 再给你换个地方 不一诺斯 爱丽丝 不一诺 不 不 这都什么动静这都 不 不去那个地方 哎 你唱不上来 老爷不去那地方 不去那个地方啊 朋友们听出来了吗 听出什么来 汪峰老师写的歌特别的悲气 哦 很悲啊 是 很悲的歌 我特别喜欢 每次一听汪峰的歌 我都会流下眼泪 哎呦 因为我这个人 大伙可能不太了解 我这个人比较 所以每 听到这 不对不对 那是 Sexy Sexy是性感 那Sexy呢 感性 很感性 你不是感性 你是敢说 你 我很感性 这是汪峰 我还有别的偶像呢 还有谁啊 周杰伦 哦 周杰伦 我也的歌 我也会 是吗 来一个 来一个 你挑 让大伙挑 告诉你 演出刚刚开始 刚才试画筒的过 已经过去了 来 挑 随便挑吗 随便挑 大伙直接喊 夜曲 为你弹着小 夜曲 咱先唱夜曲 一个一个来 为你弹着小邦的夜曲 今天我失去的爱情 跟雨风一样的声音 心碎得很好听 竖子键盘敲钢琴 我给他 我起高了 起高了 还有没有 有什么急 这边 你妈让你听话 我听得特清楚 听妈妈的话 别让他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他 还有没有 双结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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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清吗 我听双结棍 反正就是太快 你听点 你听他 我唱歌 周杰伦都觉得快 这真的吗 听着 眼省间斗 夜门门门 隔壁是过 书冠店里面的妈妈 上叉的又三 多安全圈 就无数 罗伯人家三叉 耍羊家墙 硬帝子功夫 最三长 精通照片 无三 他们二次我习惯 从小就二路过来 什么到墙 滚吧 我都耍得有模有样 什么兵器 只喜欢双结构 耳朵带钢 先要去河南 松山学少林 跟舞蹈 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了短 怎么该怎么该 董家被副的造化 怎么该怎么该 你被我一脚踢一开 两边的朋友 是不是没看见 再来一遍 你要是不来 一会观众退票了 朋友们 听我一句 听我一句啊 哎 别 别置气 今天主角 不是我 看谁来的 心里还没点数吗 对吧 你看谁来的 看谁来的 看 你要再学这 我还踹你啊 别着急 对吧 你这都是 你不 这是学唱 是是是 相声的一种手法 对啊 你看相声是有创作手法的 没错 三番四斗 哎 这是基础 这是规律 嗯 相声的创作是有一定的规律 哎 不光相声 嗯 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都存在着一定之规 是吗 那当然了 那您详细给我们讲讲 比如生活当中 做饭 哦 做过饭吗 做过 在家做饭 嗯 烫熟了 哦 热锅热油 烫熟了 下意识的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哦 摸耳唇 哦 好烫 哎 凉也是一样 哦 好冷 哦 吃 好冷 好热 这都 这都什么词语 这是外语 哦 好冷 哦 好冷 好热 必须 必须 朋友们 必须 朋友们 有来了 有来了 必须摸耳唇 还必须摸耳唇 对了 没有必须 就是必须 没有 摸别的地儿一样 不一样 只要不烫就行 换换地儿 换地儿 咱试试 你试试 在家做饭 哎 热锅热油 嗯 烫熟了 哎 哎呦 烫熟了 这这不 这这确实 这地儿不行 来 你尝一口 我尝什么 我尝 行吗 这不行 那当然是不行了 这是一方面 哦 还有别的呢 还有吗 比如说吧 小朋友 哦 小孩 你夸他 表扬他 你赞扬他 嗯 他不好意思了 哦 怎么办 怎么办 下意识的 嗯 抓后脑勺 是吗 对啊 嗯 再来来 咱比如说 小明吧 啊 小明 嗯 我听说 这次期末考试 你又得了一个 年级第一啊 嘿 嘿 张叔叔 我那个都是 运气的 哦 你看 小朋友 这天真烂漫 必须 抓后脑勺 又来的必须 必须 没有必须 必须的必须 抓别的地儿一样 不好看 小朋友 无所谓 就抓后呢 就就不 就不 就不抓 就不抓 小明 啊 我听说 这次期末考试 你又得了一个 年级第一啊 嘿 张叔叔 我那个都是 运气 哎 我这不是 哎 这这不行 太一味 这没有 哎 哎 没有 怎么了 吞上 你 台上拖鞋 你 旁臭 你这 你往哪摸 擦擦手 像话 你看 这是一个人 你俩人 也存在一定之规 就是一人一卷的 你比如说 咱俩聊天 嗯 对吧 咱俩是好朋友 忽然你说出一个观点 我表示对你观点的认可 认同 先 语言之前 先怎么认可 鸡掌表示认可 哦 来一回 来一回 刘哲老师 您老师 你认为 今天这场演出 谁的相声 说的最好呢 咱俩 对呀 谢谢大伙 你要 你要脸吧你 无所谓 举个例子 鸡掌 表示认可 就拍手 拍手 必须拍手 拍别地一样 不好看 只要认可 拍哪都行 来回试试 试试 来回试试 来 刘老师 您老师 你认为 今天这场演出 谁的相声 说的最好 咱俩 对呀 两边的观众 特别的兴奋 说明什么 他们听见了 是 这电容的收音 真好 不是 是你打的我 你要没看见 就不是 不是 你像话吗 你 我告诉你 拍手就拍手 像拍手吧 拍手 这是 这是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还有别的呢 还有别的 你比如说 具体到行业 大夫 医生 你比如说 你是病人 我是医生 你做完了检查 拿过来这化验单 我一看 没事 都正常 和好 我就告诉你了 回家休息吧 很正常 注意VC 注意休息 注意心情 要开心 走吧走吧 我刚挨嘴巴 我能开心吗 对了 他就是这意思 这就是 没事 告诉你没事 那要是不太好呢 你拿过来这单子 我们一看 全是向上的小箭头 哎哟 放了里花蛋了 也告诉你 没事 也没事 没事啊 可能我们机器坏了 可能是 你这话谁信呢 没事 别往心里去 你看这花花绿绿的 多好看 我也看不懂 回家 胸戏 注意 维C吧 我都得注意维C 一定要开心 是 走吧 走吧 不是 就让我走了 规律吗 但是呢 得把你的家属叫过来 把你这实际情况 跟你的家属说 嘿 费纳劲干嘛呀 嗯 有什么事儿 有什么事儿 直接跟我说 不是 你这病严重 跟你说 怕你接受不了 多余 我接受得了 接受得了 接受得了 直接说 直接跟我说 那来吧 来来来来 那来回试试 大夫 啊 您看看我这化验单 呃 我还这么年轻呢 来着 黄泉路上 吴老少啊 不是 那我吃点什么呀 想吃点啥 吃点啥吧 那要这么说 您还真别跟我说了 跟谁说呀 您跟我家里人说吧 别让家里人上这儿来了 啊 赶紧上家里人排队去吧 哦 排队拿药 排队活化吧 他直接给我说死了 我告诉你 他不行就是不行 是是是 对吗 嗯 那包括别的行业也一样 还有什么行业 有一定之规呀 哦 你包括这个服务员 哪儿的服务员 餐厅服务员 饭馆 对了 哦 你上那儿吃饭 人家有人家的一定之规 这有什么一定之规呀 就是这个服务员的化验 越少越好 哦 很精烈 别话多 嗯 话太多 耽误顾客用餐 咱给大伙来了怎么样 我是服务员 啊 您是吃饭的 我吃饭的 来一回 好嘞 呃 您好 哦 先生您好 您好 您吃饭啊 吃饭 太好了 菜单给您 好嘞 您给记着点 好嘞 来一个红烧狮子头 好 红烧狮子头 公报鸡丁 公报鸡丁 呃 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 两盆米饭 六香啤酒 五百个锅厅 好了 您是公司团建 啊 不团建 我一人吃 减纸餐 您是不是查出什么病来了 没有 张大夫 那病人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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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是你这跟医院都连着呢 是吗 马上给您上菜 赶紧上菜 你看话少吧 话越少越好 不是 您这话也太少了 他就得这样 人吃饭 您跟人说这么多干嘛呢 对吗 我没有一丁点感受到 服务员对我的热情 热情不在服务上 那不行 您不吃的是饭吗 那不成 我都要 什么意思 又得热情 我还得吃饭 那您什么意思 话多点 话多 就服务员话越多 越好 越多越好 不嫌费事是吧 不嫌 那再来一会 再来一会 来来来 还有这要求 你看 先生您好 您好 您是吃饭 好嘞 祝您一帆风顺 二许临门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捧寿 六六大顺 七星尽薄 大方来台 九九归一时 全是美百事顺心 千事吉利 万事如意 祝您一日千里 阳风帆 两袖清风 做高官 三山五岳 创大业 四季发财 财路宽 听我说句话 无四海 皆好友 六六大顺 财满园 七星高照 走红运 八方进宝 堆成山 九九十城 传后代 愿您十全十美 在人间 这位朋友 我写 上板闲似的你 我就吃饭 您吃饭 吃饭 吃饭您点菜 是 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 我特色 我最色 你 你 太过瘾了 下回我还来 来来扫下麻 扫哪儿麻 扫哪儿麻 我这正经吃饭 这句吃饭 您得拿菜单啊 你的 给我拿菜担 毕竿要菜单啊 我現在要菜单 拿拿拿 grim 少女时代的歌 这个单听过 igu judiciary 别爬 积极 陨 ран 原 I want to nobody nobody but you Nobody nobody but you Nobody nobody I want you 点菜 你是不是缺三顿染色体啊你 点菜 来一个红烧狮子头 红烧狮子头 再来一个 这个红烧狮子头 您是要猪肉的牛肉的还是羊肉的 这么细致吗 我们这个餐厅就是很细致 挺好 要牛肉 牛肉的 再来一个 您等一会 这个红烧狮子头 您要几分熟 红烧狮子头 您要几分熟 那你都有几分熟 我们这有十分的和一分的 一分的 我咬牛回来了 他要咬牛 谁说要咬牛 你不说你要咬牛吗 我没说我要咬牛 你说什么呀 我说我要十分 十分 多 多还不畏 再来一个 您等一会 红烧狮子头 您要几寸的 我 那你都有几寸的 我们这有四寸的 六寸的 八寸的 两米二的 两米二 我咬姚鸣来了 他要咬姚鸣 谁说要咬姚鸣了 你说你要咬姚鸣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咬姚鸣了 他说我要咬姚鸣 我 这两边能听见了 现在啊 我没咬姚鸣 来四寸的 四寸的 再来一个 您等一会 红烧狮子头 您还要蜡烛吗 我过生日 生日快乐 跟所有的烦恼说 跟所有的快乐说 亲爱的 亲爱的 行行行 行不着气氛足 行吧 挺到位 挺到位 这都免费送您的 我知道 我不过生日 不要蜡烛 不过生日 我们给你唱半天歌 我这不是一问句吗 不是 我这一个蜡烛 我这最近老黑 下雨老连电 我们这电路都串联的 都憋了 你是个电工是吗 老黑 黑不怕 特别特别黑 特别黑我也不怕 再黑 他都不怕 不怕 不怕了 他神经比较大 他不怕 不怕 不怕了 QQI QQI 他上我这复习歌词来了 行行 点菜 再来一个公报鸡丁 公报鸡丁 再来您等一会儿 这个公报鸡丁 您是要猪肉的 牛肉的 还是羊肉的 鸡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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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鸡肉的 再来一个 您等一会儿 公报鸡丁 还要花生吗 那没有花生 叫公报鸡丁吗 那您是要是不要啊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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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可闹啊 煎饼果子来一套啊 一套煎饼果子 您是要薄脆的 谁说要煎饼啊 那么你说的嘛 又要煎饼果子 我不要煎饼 要花生 要花生 再来一个 这个花生 您是要单数呢 还是要双数呢 花生分单双数吗 我们这饭店就这么细致 前两天有一胖子 给提的主意 我也是嘴欠我 刚才我打的也是这边 亲的也是 要双数的 两个 双数是俩 甭问 单数就是一个 单数是一百零九个半 你这饭馆应该抖壁 知道吗 再来一个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 再来 您等一会儿 这个剁椒鱼头 您是要猪肉的 牛肉的 还是羊肉的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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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肉的 还要板茬吗 驴肉干嘛呀 鱼懂不懂 非识 鱼 鱼 鱼 就那个 就那个 你离开水 就那个鱼 胖头鱼 胖头鱼 不要辣 要辣 要辣 要了命的辣 要要了命的辣 写完没有 您还点别的吗 不点了 不点别的 明天中午十二点 给您上菜 干嘛那么晚呀 厨师都下班了 我进来时候才七点呀 现在夜里十一点 去你的 好